当班级有人长老师打小报告时 什么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今天上午做手操的时候 行我知道了 这事我一定会严肃处理 张三发和王鹏他俩一个都跑不了 好的老师 那我就先回班了 行 以后再有这种情况 你一定要及时跟我回报 我肯定会替你保密 绝对不会让他们知道是你说了 以后我当了老师 能不能信我一波 让我打野 我压锁贼溜 老师 有个事情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那就别讲呗 我这还忙着打野呢 没啥事你赶紧回班吧 可是不讲的话 我怕有些事情老师 你一直被人闷在鼓里 想打小报告你就直说呗 还整这么文艺 让我看看这次又是哪个倒霉蛋吧 那你说吧 啥事 王鹏最近的作业 一直都是抄学习委员书旗的 而且我还听说 王鹏最近在追书旗 这瓜我都没吃过 你咋知道的呀 书旗自己告诉我的 他还让我不要告诉别人 老师 你可一定得替我保密 哦 好的 你放心吧 我出了名的嘴言 老师你找我呀 你最近都干什么了 有没有瞒着我 做什么违反班级规定的事情 你说的是哪件事啊 嗯 我听你这口气还不止一件呀 行了我不跟你扯 我就问你最近是不是在追书旗 老师你 你这是听谁瞎说的呀 你别跟我给他装 你都走路风生了知道吗 再一个咱说了 这种事情你能瞒着我 没有我替你出谋话车 你能追上吗 得了呗 你要是有这么大能耐 至于单身到现在嘛 你说啥 你是不是不信我 没有老师 我不信我自己 也不能不信你呀 哎对了 你是咋知道这事的 小庙说的呗 我还答应他不告诉别人 是他告的命呢 哪里 那你为啥还告诉我呀 这咋还是我漏嘴了呢 真是言夺必死呀 你不准告诉别人